小红帽是服务于中国的新中产阶级家庭的一个平台 我身边的种子用户全是国际学校的家长 他们是三高人群 高学历 高收入 高消费 2017年当时是我自己拉了一个小群在群里分享 当时一个人大概一年做了两千多万 19年11月份才开始公司化运营 公司就在杭州 我现在自己的C端客户群已经有18个了 500人为主 我们跟其他的思域电商 生育电商不一样的点 第一 我们没有任何套路 高复购率品质 严格把关 始终站在客户的角度去思考 我做的事情是否能给客户带来价值 这才是思域电商能做好的前提 如果我们总是站在自己的角度 追求毛利 追求GMV 那一定做不好 第二就是我们的产品构成中 食品占大头 美妆大概占30%左右 然后就是家居 母婴 因为还是家庭消费场景的 第三点不是特别懂的产品 我是能碰的 我的很多客户都是企业的老板 逢年过节他就会说 我要300个1000块钱客单价左右的 我要送客户 或者说我要给员工发福音 我没问题 你做三个方案 然后你选一个就好了 对边程度上的节省他的时间 他不用去做失措的动作了 没有一个像我们这样能帮他省时间 让他很放心的地方 他会跟着我的 你会跟着我的 你会跟着我的